大家好,又是我星星和大家,職人吹水 大家好,在世界杯期間,很多人都在沉迷當中,超市啤酒和花生大特賣 像我平常吃的那一包,現在這麼大包,都在賣20多元一包,多開心 每個人都沉述於世界杯,除了花生、啤酒、汽水之外,做些簡便的食物 找到什麼就做什麼 之前醃了一些黑椒豬扒,大家可以參加 平常茶餐廳醃豬扒的方法,加烤黑椒就可以了 在YouTube搜尋職人出水,洋蔥豬扒,香茅豬扒都可以 臨時急精銳進出,就找到半個洋蔥 除了洋蔥以外,我時所強調,家裏除了補製丸之外 三色椒,都是家居常備的食材之一 所有材料清洗乾淨之後,洋蔥就切絲 這些彩椒也是,全部切絲 當作是一個宵夜,也是相當不錯 現在11點開球,最好一邊吃就一邊看 材料炸一箱就準備好了 這邊就合聲,燒熱直鑊 由於時間的關係,這邊就是同時準備熱水煮意粉 至於意粉煮多久呢,就看包裝 這隻意粉就煮十分鐘至十一分鐘 如果拿去炒,我們煮七至八分鐘就可以了 因為炒的過程之中還會加熱 所以意粉就不需要煮到十足十 當然,煮意粉是要水滾,還是要大滾 因為煮到滾之際,我們用一個交叉形式 慢慢下,慎防它黏在一起 這次意粉要不要加油加鹽,不需要 現在就計時吧,七至八分鐘 意粉正在煮,這邊同時也是燒熱直鑊 我們先放一點油 二話不說,先煎一塊豬扒 有骨那邊放在較為多油的地方 煎豬扒用西式鑊去煎,比較容易掌握 放一點點,放進去就不要動它 等它煎封好一邊,鎖了肉汁之後 我們先翻到第二邊 煎豬扒之際,這些燒意粉就同步進行 現在要燒了一分多鐘 曾經有位外國網友問 師傅師傅,我們在外國用扒爐煎豬扒 怎樣才煎熟呢? 這個問題問得相當之好 用扒爐煎有塊骨,我們怎樣拿捏它 一般用扒爐煎豬扒,我們煎到九分左右 另外那一分又怎樣 放在炸爐煎一炸一炸 骨的位置 現在要分多鐘,就翻了它 煎得很漂亮 又或者,煎豬扒的時候 用多一點油去煎 在爬爐尾上,就加多一點油去 又或者,你直接用肉眼的豬扒去做 或者用梅頭的豬扒去做 就少了骨這個位置 這些豬扒這麼薄,大約每面煎兩分鐘就OK了 我們主要是煎熟骨這個位置 現在就差不多了,可以拿起它 我們把大部份人都倒起來 把洋蔥放進去,先炒一下 做這個乾炒豬扒意粉,如果在茶餐廳做法 炒豉油黃,炒黑椒都好吃 如果家裏有小朋友,炒茄汁 炒芥汁意粉就相當之正 當洋蔥炒到有香味釋出之際 現在我們就放一些彩椒下去 彩椒炒多一分鐘左右,隔壁的意粉就差不多了 七分鐘 我們先看看什麼模樣 現在差不多了,先隔起水 我們稍微晾一晾水 跟手就看回洋蔥、彩椒有個香味 現在我們就把意粉倒進去 我們就放大火、養鬆去 輕輕就炒一炒 讓洋蔥、三色椒的味道 讓洋蔥、三色椒的味道和意粉混合 讓這隻隔壁有辣的意粉,讓它有些香味 現在就開始調味 炒茄汁,甜甜酸酸的,打一波 看就最好了 現在我們先放少許鹽,放少許鹹味 約三分之一茶匙 炒茄汁,甜味比較重 砂糖放半茶匙 想更加香,不少可以放少許黑椒 如果有小朋友吃的就不要放太多 如果你說不是,我今晚重駐買巴西 恭喜你,加多一點 最後就加茄汁 約四五個湯匙 所以我們一起放少許鹹味 我們就盡量調味 我們將所有的調味 就混和 這個意粉偏甜,但好吃之處還有兩樣東西未落 現在,拌勻意粉 拌勻之後,加1茶匙生抽 接著我們拿季汁出來 一般的茶匙也有季汁 接著再拌一拌 這個炒意粉真是... 真是好味道不得了 好,可以起 稍微夾起來 最後一點點彩椒 沒有意粉 輕輕放在表面 只是一個點絕 簡單筷子,番茄炒意粉 配上煎豬扒就呈現眼前 如果沒有豬扒怎麼辦 如果連雞扒也沒有,煎快五餐肉 連五餐肉也沒有 外國網友一定有,煙肉 用煙肉下去炒也可以 用煙肉炒在鹽那裡就不需要下 其他那些就照下 茄汁可以加多一點 乾炒茄汁意粉 以前做西餐有一個叫拿破崙意粉 做法都差不多 喜歡吃煎豬扒的網友給他點讚我星星 喜歡世界盃的網友訂閱職人 如果兩者都喜歡,麻煩你加入頻道會員 繼續吹水 適合遲些有聖誕節,大家也可以炒茄汁意粉 聖誕派對,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為止 多謝收看,下條影片再跟大家分享,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下,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喜歡就給個Like,訂閱我的頻道,幫我星星分享下,Follow我的Facebook和Instagram,拜拜 拜拜